如果当初我把方瑶一起带走 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应该就会这样一直走下去 做一辈子平凡 但快乐的福气 都是我连累你的 你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 现在又要为了我去日本拿药 不怪你 这个病让大家都慌了 你现在身上还有伤 一定要记得吃我给你的消炎药 跟吃通料 知道吗 我听到了 这些话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好不好 怎么了 舍不得我 事情办完之后 我很快就回来的 好不好 你怎么啦 干嘛哭啊 你这样做我也会很难过的 好 没事 我答应你的事情办完之后 我就跟Odoさん Oka-san她们报告 我们就回日本结婚 好不好 我答应你 我想太多了吧 想太多了吧 如果是这样 你也当不上财神 玉帝 前世的赵子墨在方瑶死之后 严惩了她的善念 善尽家财终身行善 这种化小爱为大爱的无私精神 让你破格被把作为财神 如果能跟方瑶死守一生 当不到财神又有什么所谓 凡人始终是凡人 就算你能洞悉天机相守一生 最终还是难逃生离死别 还不如尽早看破红尘离虎得乐 再说方瑶是你前世种下的因 夏天情才是你此次下凡 了却前缘的关键 她对于你们前世的纠葛 一无所知你再纠缠下去 只会拖累夏天情 让她为情所困 还连累我 连累我半夜下来开市 怎么 我看起来像两性专家吗 像吗 玉帝 我到底该怎么做 你是 你是我最看好的天使 才下凡没多久 就把你的见识跟智慧给搞丢了吗 不要学那些凡人一样 有事没事就来问神 本尊该说的都说了 该怎么做 问问你自己 赶快把凡间熟事解决了 回归现办